大家好 女足刚刚获得了冠军 3比2 赢了韩国 这场比赛实在是看着惊心动魄 前72分钟 0比2落后 到后面加持5分钟 一共满打满算算起了20分钟 连进三个逆转韩国 我觉得跟上一场跟日本队比赛特别像 都是逆转 我觉得自打我们2比2逼平韩国之后 这场比赛 我看韩国的心态就崩了 因为之前女足曾经在一次好像是奥运会 还是奥运会预选赛 曾经就这么搞掉过一次韩国 所以韩国现在看到中国女足有点干颤 你知道吧 这个就是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男足有的时候对韩国的时候 大家记得有印象一句话就是恐韩正 恐韩正 相比女足来讲 女足是让人家韩国对中国对恐惧 咱男足是正好相反 所以说说句不好听的话 中国女足绝对比中国男足更爷们 你看人家踢的 0比2 20分钟连进三个 大逆转 不要忘了两天前刚跟日北队 我们实力可是不如日本队的 刚把日本队踢下去 体力已经是不支了 两天休息不过来 明显72分钟之前我们落后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有点跑不动 但是自打1比2 是吧 踢进去一个之后 后面两个 我觉得星云流水 太厉害了 诸位 哎呀 我这看完这比赛之后 我第一时间赶紧开这个视频 哎呀 抒发一下 抒发一下感情 咋说了 我真的是 你越看女足的比赛 你再看看男足的比赛 只能视频不让说脏话就算了 哎呦 赶快 对吧 国家赶紧拨钱 广告商 是吧 谁哪个企业做广告 赶快找那些女足 往人家身上投点钱吧 好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一场比赛也没有 反正看的你真的是心惊胆战的 真的是心惊胆战 70多分钟 还0比2落后 就剩十几分钟了 竟然都被我们逆转过来了 3比2最后冠军 太厉害了 哎呀 坑枪玫瑰啊 不是白叫的呀 韩国队现在 在韩国队如果说再遇到中国队的情况下 在女足这个范围内 我觉得她肯定有心理阴影了 连续两次大逆转 把她踢掉 我看当时韩国队2比0领先的时候 我看他们那个球场外 都已经开始庆祝了 还剩下十几分钟 连班两个 不容易啊 结果让我们连班三个 刚开始我还在猜 2比2终于扳平了 没准进入到点球阶段了 点球大战了 结果咱这女足就这么争气 都不用进点球 直接在加持赛就把韩国队给干掉了 恐韩正 恐你个鬼呀 对不对 中国男足 一帮窝纳费 受不了 赶快 赶快 广告商 赞助商 需要做广告的 赶快找人家 好吧 有点语物伦次了 看着实在是惊心怒魄 加油 一定要加油 以后中国国族啊 这个称号就是给咱中国女足准备的 中国男足他不配 好吧 感谢大家去关注我的频道 拜拜